今天呢我们就来讲解一下808的一个安装 首先第一个呢我们从后面背板开始讲解 从下往上开始讲解 首先最下面这个 左边这个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出水孔 我们换水的时候呢就要把这个出水孔打开 以后呢随于它自己就会流出来 现在我们已经加过水了 所以它里面是有水的 那旁边这个呢 这个呢就是一个电源线的插孔 在换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如果就旁边这里长得有水了 一定要先用干部把它擦干净 以防它那个水建入到这个电源线孔里面 对仪器造成就是损害 然后到上面 上面的话这个呢就是液水孔 那我们加水的时候 我们把液水孔打开 那我们就知道里面的水加满了没有 我们把液水孔打开 就会知道里面的水加满了没有 这个水是满的 所以水就会流出来 那旁边这个呢 这个是一个脚踏开关的一个插孔 脚踏开关的一个插孔 那上面呢 到上面这里左边 这个呢是一个就是排气孔 那我们操作的时候呢 就要把这个排气孔打开 然后呢就是做到一个排气的一个作用 然后到中间这个 中间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手柄的一个插孔 手柄的一个插孔 然后到最右边这个 最右边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浸水孔 我们加水的时候呢就是要从这里加水 那我们在加水的过程中呢 那我们要先把这个浸水孔打开 然后我们还要再把这个溢水孔打开 然后我们尝尝确保 仪器在水满的时候 你看在水满的时候 它会有水从溢水孔排出来 那现在 最上面这个 最上面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手柄的一个支架 手柄支架的话呢 我们仪器会配一个六脚钥匙 背头只要装进去 然后六脚钥匙拧紧就可以了 那最后一个背板最后一个 就是这一个总电源的开关 这个是一个总电源的开关 在我们操作完仪器之后呢 除了关前面的那个电源之外呢 我们还要把这个总开关把它打下来 把它关掉 好 那现在呢我们就来 安装一下手柄 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的手柄 那我们在安装之前 一定要先把这个支架先装上去 先装上去 我们好放手柄 把支架放好 把手柄放好 然后 把手柄放好 这个是可以转动的 把它转过来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手柄的一个插口 那插口的话呢 这个手柄插口其实很好对应 两个水管在底下 正好对应两个水管在底下 所以这个一般都不会装反 一般都不会装反的 然后这里有两个就是 漏孔 这两个漏孔呢就正好对应 我们手柄插口这里的 一个就是顶起来的一个键 这两个顶起来的键呢 主要就是用来固定 这个手柄的 那我们装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首先要把 这两个蓝色的这个键按下去 按下去之后 我们再把它 扶着一切 然后这里正好有一个户口 我们正好对应的户口 把它一推推进去 推进去了之后 我们要检查 这上面这个方法检查了 它已经顶起来了 就像它已经卡紧了 但是下面这个 我们检查不了的 那我们就用手摸一下 底下这里 我们就用手摸一下 看一下它有没有 就是顶出来 如果没有顶出来的话 那我们就这样子 左右稍微用点力 左右摇晃一下 让它卡稳 那这样子我们就 这个手柄就已经装好了 那最后一步 那我们就把电源线插上去 接上电源 接上电源了之后 我们首先第一步要打开了 不是前面的开关 刚才已经讲了 我们首先第一步打开的 是这个开关 把它先往上打 打上去了之后 然后我们才能开这个 这里前面呢 也有两个开关 一个是钥匙开关 一个是急停开关 那急停开关 顾名思义呢 就是如果出现紧急情况 像我们手柄这个 按钮坏了之后 它不停的出光 没法控制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把它停掉 直接按这个急停开关就可以 等会我们演示一下 那现在我们先把仪器打开 那今天呢 我们就来讲解一下 808的一个安装 首先第一个呢 我们从后面背板开始讲解 从下往上开始讲解 首先最下面这个 左边这个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出水孔 我们换水的时候呢 就要把这个出水孔打开 以后呢 所以它自己就会流出来 你看 现在我们的仪器已经加过水了 所以它里面是有水的 那旁边这个呢 这个呢 就是一个电源线的插孔 在换水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如果就旁边这里 长得有水了 一定要先用干部把它擦干净 以防它那个水 溅入到这个电源线孔里面 对仪器造成就是损害 然后到上面 上面的话 这个呢 就是液水孔 那我们加水的时候 我们把液水孔打开 那我们就知道 里面的水加码了没有 我们把液水孔打开 我们把液水孔打开 就会知道里面的水加码了没有 这个水是满的 所以水就会流出来 那旁边这个呢 这个是一个脚踏开关的一个插孔 脚踏开关的一个插孔 那它上面了 到上面这里左边 这个呢 是一个就是排气孔 那我们操作的时候呢 就要把这个排气孔打开 然后呢 就是做到一个排气的一个作用 然后到中间这个 中间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手柄的一个插孔 手柄的一个插孔 然后到最右边这个 最右边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浸水孔 我们加水的时候呢 就是要 就是从这里加水 那我们在加水的过程中呢 我们要先把这个浸水孔打开 然后我们还要再把这个浸水孔打开 然后我们操作一下吧 仪器在水满的时候 你看在水满的时候 它会有水从浸水孔排出来 那现在 那最上面这个 最上面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手柄的一个支架 手柄支架的话呢 我们仪器会配一个六脚钥匙 回头只要装进去 然后六脚钥匙拧紧就可以了 那最后一个 背板最后一个 就是这一个总电源的开关 这个是一个总电源的开关 在我们操作完仪器之后呢 除了关前面的那个电源之外呢 我们还要把这个总开关 把它打下来 把它关掉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就来安装一下手柄 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的手柄 那我们在安装之前 一定要先把这个支架 先装上去 先装上去 我们好放手柄 把支架放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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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手柄放好 这个是可以转动的 把它转过来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手柄的一个插口 那插口的话呢 这个手柄插口其实很好对应 两个水管在底下 正好对应两个水管在底下 所以这个一般都不会装反 一般都不会装反的 然后这里有两个就是 漏孔 这两个漏孔呢 就正好对应 我们手柄插口 这里的一个就是顶起来的一个键 这两个顶起来的键呢 主要就是用来固定这个手柄的 那我们装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首先要把这两个蓝色的这个键按下去 按下去之后 我们再把它扶着一切 然后这里正好有一个户口 我们正好对应的户口 把它一推推进去 推进去了之后 我们要检查 这上面这个方法检查了 它已经顶起来了 就像它已经卡紧了 但是下面这个我们检查不了的 那我们就用手摸一下 底下这里 我们就用手摸一下 看一下它有没有 就是顶出来 如果没有顶出来的话 那我们就这样子 左右稍微用点力左右摇晃一下 让它卡稳 那这样子我们这个手柄就已经装好了 那最后一步 那我们呢 要把电源线插上去 电源线插上 接上电源 接上电源了之后 我们首先第一步要打开了 不是前面的开关 刚才已经讲了 我们首先第一步打开的 是这个开关 把它先往上打 打上去了之后 然后 我们 才能开这个 这里 前面呢 也有两个开关 一个是钥匙开关 一个是急停开关 那急停开关 顾名思义的就是 如果出现紧急情况 像我们手柄这个 按钮坏了之后 它不停的出光 没法控制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把它停掉 直接按这个急停开关就可以 等会我们演示一下 那现在我们先把仪器打开 对吗 在这方面 vog天啊